大家好 欢迎收看200周末开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立明教授 大家好 还有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张静 张兄 大家好 还有今天有上街头的新党的青年委员会的委员王秉中 秉中 大家好 好 我们要问一下秉中是不是年轻人今天上街头的比较少 因为报纸上告诉我们的 还有张恶华先生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这个923的保调大游行在街头上的场景 带您来看一些今天下午的最新画面 两岸人手保调 保卫钓鱼台 台湾人民是友善的 即便如此 台湾人民对贵国依然最有友好 311大帝之后 台湾人民坚信最慷慨的援助 但却受到贵国如此的震荡 贵国不要以为台湾人民都是可以任意站踏的热饼华民 好 各位朋友们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是在这个钓鱼台问题闹了将近一个月之后呢 今天是在台北的街头 是由民间团体所发起的保调大游行 从下午两点钟 国父纪念晚上侧门呢 一路有集结了这个数百到千名的民众走到日本交流协会来递交抗议性 当然内容就是中华民国对于钓鱼犬是有主权的 好 董哥我们看到了 其实这个画面刚才我们有一些来review过一些 我们都觉得很感动的 在这个时刻里头大声的说出来 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 可是我想请董哥一下 这个活动跟对岸来比 我们有没有一点来得太晚 而且这个规格说实在 我们很感动这些朋友上街头 但整体来说人没有那么多的那种程度 对 其实跟过去在台北各种办的活动 比起来人数是少很多 你看今天的中央社讲 他一估有上千名民众参加 老实讲我都觉得有些寒酸 真的是 但是如果照这个 他所诉求的话 游行队伍到交流协会递交抗议书 然后人人保调大联盟指出 其实就是刚刚的林孝信先生 他支持保调 头身保调40年不变 非常让人家佩服 真的 你看都已经头发都掉光了 大家看 他们怎么讲 他一旦钓鱼台被日本人霸占成功 恐将失去 富饶遗伤 海底矿产被缺占 钓鱼台仅距离台湾120公里 120海里 然后国防安全动开 人人保调大联盟表示 923保调大游行 以和平理性为诉求 并非为任何党派 任何族群直接利益 如果你有注意新闻的发片 这几个礼拜 在中国大陆 它发生了哪些事情 然后在台湾 我们其实看到 台湾的在野党 几乎是完全没有动作 我讲的就是民进党 但是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今天在画面上看到 有一些青年 除了老年之外 其实他们的热血沸騰也是令人感动 虽然人数少一点 凤欣 我觉得其实台湾 我前一阵子看到这个民调 然后这个民调里头跟我原本的预估是完全一样 你说台湾人觉不觉得钓鱼台是我们的? 觉得是 而且跨越蓝绿 超过七成的人认为钓鱼台是我们的 像李登辉支流的人只有4%不到而已 但是对于日本购岛这件事情满不满意 当然不满 很愤怒 然后希不希望能够争取钓鱼台的主权 都很希望 但是要不要付代价 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的民众是不愿意付代价的 这一份民调是这样子写的 对于日本要购岛这件事情 百分之七十一的人不满 对日本是很不满的 可是有百分之六十四也觉得 马政府维护主权做得不够 百分之六十一认为马政府太软弱 超过五成的人认为马政府应该要更强硬 但是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很愤怒 要表达愤怒 你说走上街头 这已经是很强烈的表达了 对不对? 如果要去登那个钓鱼台 那是更强烈的一个表达了 对不对? 那都不要这么简单 都不要这么样子的强硬 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抵制日货 抵制日本旅游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结果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人告诉你说 他不会这么做 是 所以我其实这一段期间 在冷眼看台湾的冷漠 其实我们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调查里头 有超过五成的人赞成两岸合作 因为某种程度 我必须说 我们 我们台湾很多的人希望说 中国去冲撞完了之后 然后钓鱼台属于我们的 这是天下有这样子白痴的午餐吗? 老实说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主张钓鱼台是他们的 因为当每个国家它的立场 所以中国这么说 日本这么说 台湾有台湾的说法 可是刚才奉行讲到一件事 或许你去问 钓鱼台是谁的 或是说我们要不要来维护台湾的主权 每个人都说要 但是要付出实际行动的时候 可能就很少 我们今天可能还看到一些年轻朋友 对于AKP48的照片 没有买到对的 很生气 没有买到偶像明星 所以我要先请教一下 今天这个秉中 他是我们这边最年轻的同学 他现在是研究所四年级 然后他穿了一件衣服是中华儿女联手保调 中华儿女这几个字最近都很少见了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 这个秉中 我们今天看到晚报的消息说 好像都是老卑卑 带着他们的孙儿上街头 年轻人相对少 这是报上写的 我要问你走在队伍里头 年轻人多不多 是我有看到这样一个报道 但是我觉得 我们在路上的时候 其实看到很多年轻人 他可能是在街上 他在咖啡店里面 他骑着摩托车 那他也大声的跟我们一起应贺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 他说还什么 钓鱼台是我们的 钓鱼台是我们的 对 捍卫钓鱼台的主权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年轻人比较少 因为这个相对来说 保钓联盟他不是特别有钱 他不能做很大的广告 所以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讯息 是 那你今天在这个街头上 你看到这个 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 出来表现这样子一个抗议行动 你认为这样子一个阵容 你觉得可以接受 还是有一点失望 我基本上我是 虽然说还是觉得不错了 可是当然不能接受 像我发了这个 我们这次保钓游行 大家3000人左右 到大陆微博上去 大陆网友马上就说 其实3000好像真的有点 有点少 太小case 3000还好意思拿出来讲 对于中国 是这样的情况 对啊 但是我看到 也有这么多年轻人 下去 我其实内心还蛮感动 因为我原来想说 可能就是一些像 林孝逊他们先生 一些老头子 年轻人 对啊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氛围 觉得说 其实还是有希望 但是我们等一下 下一段我们会联络 一些我们宜蘭那边的乡亲 他们是移民 他们也有他们的生存钱 他们希望有余钱 但是我们先看今天 在街头上 这样的诉求 很多人讲说 好像政府是不是真的 像奉心那个民调 所讲的 马政府太软弱 可是要强硬起来 你又不肯去跟政府 意外去强硬 怎么回事 首先啊 大家对林孝逊先生 跟今天主办上街头的参与的 保调大游行的所有人致敬 我本来今天从广西赶回来 要参加这个游行的 但是因为飞机晚点 那么错过了这场游行 非常的失望跟遗憾 但是 谈到为什么台湾人 在面对这个保调活动的时候 表现出来不够热情 不够非常的冷漠 我认为啦 也不是不够热情 不够太过冷漠 是因为台湾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是慢热 真的是比较注意到功利的问题 但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 那叫归咎在从1994年以后 李登辉一路以来到陈水扁 那么甚至到马政府的纵容 那么一连串的历史教科书的篡改 因为历史教科书的扭曲 让很多人对于所谓的 台湾人 中国人之间 画上了一个区隔 那么认为说 这是中国人的事 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呢 甚至认为即使钓鱼台 是台湾的主权 是属于台湾的 是属于宜然投诚的 但是希望不要付出任何代价 也希望不要因此跟日本闹翻 那么这样的观念 所以长期以来是被历史教科书 扭曲的内容所造成的一个现象 这才是我们要正式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但是今天出现了像秉中 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出现在现场 那么我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共同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好我要先给大家看一下手板 其实是稍后再用 可是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知道钓鱼台是不是中华民国 我们从地理为止来看 钓鱼台离中华民国 非常台湾非常非常的近 就在宜然的外海的地方 可是我们看到了 在比我们更遥远一点的 这个中国大陆 他们这几天的一些行动 所看到的是 现在在中日之间 为什么航空业者大哀嚎的原因 是因为有15万人退机票啊 10月1号大陆的黄金都要来了 原本他们很喜欢去日本玩的 现在可能有点民族情绪 就像凤鑫讲的 我们可以不去日本吧 我们可以不买日货吧 所以他们就要退机票了 对 可是台湾应该是不会 那再来呢 其实有个讯息是 在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出来 日本的媒体报道说 中国政府对于发给日企 在大陆的员工的工作visa 开始慢了 原本四五天可以出来 现在八天都没有下来 所以很多在日本上班 在这个大陆上班 人们开始紧张了 他们自己的压力也回到了 这个日本政府说 你搞什么 搞到我们现在 中国大陆变成像人质一般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政府 有没有作为 其实是会有影响的 包括现在这个首相 日本首相已经承认 他的判断错误 所以我们要回来问一个问题 看到今天我们保调的卷容 非常感谢这些朋友上街头 但是对照到 包括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我们的动作是不是太软弱了 我要请教张兄 我觉得今天这个地理的距离 不是问题 而是心理的距离 在其实这个在英国 在这个英吉利的这个水道里面 有几个这个叫Channel Island 像Jersey Island 其实是靠个法国比较近 但是英国人当初靠的武力 把它取得了 到今天还是牢牢不放 但是呢 其实怎么样算过来 那都是法国的土地 看他就是站住了 福克兰距离它这么远 打起来的时候 只要心理的距离很近 他地理的距离不是问题 但是呢 我们今天啊 这个事实啊 都是已经发生了 就无论是 有人是利用这个政治的幻术 或者骗术政治的教化 硬把中国人跟台湾人 将他肢解分割 但是呢今天啊 就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政治人物 这个我其实有一个讲法 当他我们都知道 年轻的青春玉女的时候 他随便讲的话 大家都是追逐的对象 但今天啊 假如说人已经垂垂脑蚁 退隐山林 你知道仍然啊 不复还要发一些啊 政治论述啊 这个不甘寂寞 然后来啊 争取他人注意啊 这跟啊 人老猪黄啊 还要试图调脱衣舞来引起啊 大家注意一样的可悲 我认为啊 其实啊 不需要再去啊 这个注意这些人的言论 这些人的言论 他能够再讲几年 他再讲几年 到了棺材里头 他也不能讲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说 对于啊 这种啊 这个人老猪黄 还要出来跳脱衣舞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是要予以宽容 是 可是我想问一下董哥 我们刚刚讲的大家都晓得 可能台湾是里头 是 是